現今社會這麼發達 有一件事我覺得是幫了很多職業 更加容易得到好的發展 例如說藝術家 以前的藝術家必須要有兩個條件 才成為偉大的藝術家 第一就是作品要好 第二就是要死掉 即是不死呢 他們賣不出東西的 那倒是 但現在就不用了 就是因為有NFT這件事 你小時候有沒有收集東西? 有 以前也有儲倦YES卡 閃卡 你覺得最大的不好處是甚麼? 最大的不好處就是會不見 而且我覺得是怕買錯假卡 以前也沒有那麼多假不假的 都有的 我記得 我們走去商場上 看到別人一般的照片 用一些彩色印刷出來而已 而且那張卡是不閃的 對於我們這一代的人 喜歡收集一些實體的物件 一個星期之前 Dennis無緣無故傳出一個訊息給我 下個星期我們會說些甚麼? 他會傳一張照片給我 有一塊石頭 現在就在畫面大家看到一塊石頭 他又說說這件事 那時候我還未清楚想說甚麼 因為Dennis很難捉摸 我進去看之後 你看看 八十五萬 那時候八十五萬是嗎? 你給我看的時候 接著我就做功課 發覺到時買出的時候 已經是一百三十多萬 那塊石頭當然是一個傳奇 一個傳奇 可不可以先說一下嗎? 他就是一個叫Ethelium Rock 有不同的顏色 我也是一個朋友傳給我 他說Dennis 這塊東西你有沒有見過? 接著我說是甚麼? 他說Ethelium Rock 那麼出名你不知道? 我立即上網看一看 然後他有一句說話好笑 他說這塊石頭 我想你醉了你都畫得出 你才可以的 是啊 但是我又看看 突然間變得這麼貴 因為我看的時候 應該是二百個Ethelium 那時候Ethelium大約是三千多元 三千多元乘以二百元 你想想多少錢 很多 是啊 所以這集很重要的就是 對於一些藝術家 喜歡收藏東西的朋友 是必須要聽 必須要知道的 是啊 整件事的原理就是 來於三個英文字幕 就叫做NFT 是啊 NFT本身的傳寫 就是Non-Fungible Token 那我們說回 Fungible Token是甚麼呢? 同質化代幣 它代表的就是有Bitcoin Ethelium這些 它跟非同質化有甚麼分別呢? 就是其實它是可以一對一的 你用一個Bitcoin 是可以換別人另一個Bitcoin 講人話我們 講人話就是譬如說 Dennis有張一百元紙 我有一張一百元紙 它們同性質同價值 我和Dennis跟我換 他沒有問題一定換的 但如果今天他那張一百元紙上面 有梁建峰先生 加梁朝偉先生的簽名 他就不肯和我換的了 你會不會和我換的? 當然不會 傻嗎? 因為整件事已經不同了價值 NFT就是這樣 就是虛擬或數碼的藝術品上面 一樣東西上面 加了數碼的認證 變成它完全是獨一無二的存在 在這個世界上 縱使譬如說 他們大家都是叫做ABC的NFT 大家都是 我是ABC 一個ABC 我是另一個ABC 你是不可以大家兌換的 是 因為這個ABC可能有個認證 例如說 它是排第一的 哇 排第一 價值自然高 但這個可能是 排到一萬五千 這個號碼 對於它來說 沒有什麼特別的話 它的價值沒有那麼高 就好像譬如說 假設你現在 想儲存 Stat Curry 咖哩仔 打籃球那個 大家知道 的閃卡 以前來說 其實你儲存 你有簽名 要有一定的 譬如說 珍貴度 珍貴度 量小 才會值錢 是 但現在這些東西 我們就把這些東西 全部電子化 是 譬如說 很簡單 我們把 Stat Curry 這個卡 變成一個 時刻 即是可以動的 可能是一些 NBA的 highlight 然後你看到 整個三分 可能整個影片 只是二十秒左右 二十四秒 我就決定 放上 Block Train上面 發行 NFT 大約 譬如說 我出三萬個 每一本三萬個 當然有號碼 由一至三萬個 放上去 讓大家抽 大家的形式 就很簡單 你只要 譬如說 用幾元也好 或幾十元也好 去買一批 這些網上 電子化的 moment 如果你把它拆開 它就會 隨便給你 不同球星 不同的時段 你拆開之後 你知道 原來這個 這麼巧 是一號 或者二號 或者三號 那就值錢 但是最值錢 最值錢 就是你的號碼 是 match 他的球衣號碼 譬如說 你剛剛抽到 就是三十號 那張卡 就可能有 炒賣價值 我記得我上次 上去NBA Talk Shop 裡面看 有一個 LeBron James的Slam Dunk 賣到差不多二十萬 就是因為有收藏價值 還有認證 當然 其實我也覺得 如果說到NFT的話 有些觀眾可能認為 又是炒賣來的 這件事是這樣的 在現階段 我都覺得 如果一塊 Ethereum Rock 這個石頭 可以炒到百多萬 你閉上眼也畫得出來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但是你說NFT的存在價值 是有沒有 或者它是不是真的有價值 其實是有的 我們試想一下 一件事 我們小時候 經常會覺得 很多東西是要有實物的 照片 藝術品 或者音樂 也好 你要賣正版CD 等等 但是隨著科技 越來越發達的關係 沒有保障 很多人你上網下載下來 或者怎樣 拍張照片 走過畫廊 拍張照片 那你就說 這幅畫 用不著買 我沒有一樣擁有 漸漸地 對於藝術家 或者創作者來說 其實它沒有好處 沒有保障 沒有保障 但反過來 NFT不同 NFT其實是 一個方便你在copyright上面 一個認證上面 告訴你 那件事是屬於你的 而一件事是在blockchain上面儲存 沒有辦法偷渡 沒有辦法偽造 所以換句話 它是長遠地在blockchain上面運行的 其實剛才Dennis說的很重要 就是NFT可以保護到作者的權益 譬如說以前的 譬如說梵高買了一張畫 拿去拍賣 然後那個擁有者 再拿去拍賣 那塊錢就屬於那個擁有者 梵高一元也分不到 但NFT就不同了 譬如說Dennis畫了一個 《星道之石》 拿去拍賣 那在NFT裡面 可以用智能合約寫一個條款 就是它可以永久地分到版稅 或者分到紅的 沒錯 即使我換句話說 譬如我賣了Dennis夠石 100元 很開心 然後見它升值 然後我將它賣給另一個人 賣了200元 除了要分給某個平台之後 還有一個部分 就要分給作者 還有它永久地 承傳下去 沒錯 即是當作品不斷地被人去炒賣 不斷地賣出 無限這麼多次的話 原創人就不斷有錢收 近來NFT的市場這麼火熱 就是因為越來越有些人覺得 現在這些藝術品 其實都不可以說是藝術品 有些人真的很無聊 其實除了藝術品之外 其實現在我覺得很多公司 很多個人品牌 可以利用NFT去創造很多商機 以及可以令到自己的品牌 提高很多知名度和曝光率 譬如Dennis他幫人做設計 利用智能合約 我會提供一年的服務 然後上去拍賣 一百萬一年 當我買下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有你一年的顧問權 或者幫我設計的一個權利 到一半的時候我想轉手 我用完了 我又可以拿出來拍賣 而你作為一個Designer 或者一個原創者 你可以加一些條款的話 不斷地令你可以另外成為一個 提供服務之餘 可以繼續增值 其實我一舉一個實例 如何使用行業應用NFT 這件事我們要說回 在五月的時候 在Sousie Swap上出了一款 叫Sagee S-A-K-E 其實這間是一個日本清酒公司 他將會發行八百八十八支 限量版的Sagee S-A-K-E 限量版的Sagee S-A-K-E 這件事我們喜歡喝酒的人 就知道了 很棒 限量版的Sagee S-A-K-E 但他還未做好的 他還未出的 仍然可能在銷子裡 但他出了一款Coin 是NFT來的 叫做Sagee 那時候就放在Sagee S-A-K-E 上面給別人換 所以買了Coin 就等於買了一支酒嗎 他的邏輯就是 你一定要買一個Coin 你存到一個Coin 你就可以換一支酒 他就會寄一支酒給你 但很有趣 他只上了幾個星期 你就可以看到他由800元 一路一路上升 上升到8000元 9000元 現在是幾千 到今天現時為止 剛才我和你聊天的時候 查一查 現在一個Sagee S-A-K-E 已經到達17632元 其實你現在看到一件事 就是NFT的應用 不單止在一些藝術品 在一些實際的貨品上 就算你說超級考車 或者買屋 買屋很有用 就算你炒樓花 你就當作一個炒樓花 買屋為何這麼有用 其實你想想 如果是NFT代表一間屋 我們都是在鏡頭的那間屋 變成你就減少了中間人的問題 而且屋契是獨一無二的真 這是最重要的 當然我不相信有這麼多人偽造屋契 學歷 學歷 將很多大學都會用NFT的技術 譬如你上網去看他的資料 就看到一段亂碼 其實就是他的學歷 進去他的collection 就證明了他真的在讀書 真的在那裏畢業 其實買的人有幾個心理層面 一個就是show off 炫耀 譬如說他的數碼銀包 旁邊有一個collection 一個session 即是說別人看到你收藏了些什麼 而不是你說有 等於說一個女士買了一個很貴的袋 一個LV袋 但他每次可以揹一個袋 但如果你進去銀包看 他可能會收藏很多很多袋 是一個社會價值的顯現 除了收藏品之外 另一個大的相機就是遊戲世界 現在最有名的就是NFC Infinity 是一個網上的遊戲 它亦有app的 它現在上面那些類似Pokemon的公仔 你要玩的時候 你首先要買ELEM的公仔 現在上面最便宜的 可能是幾百元美金 但你覺得NFC會不會爆破呢 會 它是有bubble成分 即是你看到有一些不值錢的東西 都被它炒賣到變成這樣 但其實我覺得每一樣新興的東西 或者大家有一個熱點 當個個都覺得那樣東西賺錢的時候 就自然有很多人純粹為了賺錢而進入 那那個炒價就自然會很高 我們不要單單說NFT 其實樓市都一樣 你自己看回一件事 就是說它一天未爆 十年不爆 二十年不爆 等於它不爆 我們經驗不已經告訴我們 無論是股票也好 樓市也好 其實都有一個循環 小時候我們都很理解一個道理 就是說 那些東西不跌 那些有錢人怎會再有錢 還有爆破不是一件壞事 一個調整來的 譬如說 以前二千年的.com 就爆了 但現在不大家要上網 幾年前 比特幣就爆了 但現在你禁不住 太過急速的發展 當中一定有很多問題 但是NFT 我始終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說要將它 放在傳統的加密貨幣上面說的話 其實是不能比較的 因為NFT本身它的價值 是在於就是說 它有收藏的價值 保障了你一些搞藝術也好 音樂人也好 甚至乎現在你有很多生意上面 一些smart contract上面的東西 也好 它可以幫到你 它的存在價值 遠遠是大於我們想像的 因為我們很簡單地去看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你雖然反對 但如果你是有收集的 儲一下郵票 儲一下任何東西 你會覺得 在blockchain上面儲物 其實都是一個安全 比較有隱私 有安全的一件事 其實NFT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你和我 或者你都可以拿東西上去賣 譬如現在最大的平台是OpenSea 對 OpenSea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搞一集 教別人怎樣放東西上去賣 因為其實 要做一個NFT不困難 尤其是如果你是用Ethereum的話 只要你用很少的Ethereum 你就已經可以做一個NFT 然後放上去OpenSea上面 被人打賣 我想如果你是一個 拍照的人也好 或者是一個藝術家也好 寫開書法 對 唱卡拉OK 很好聽 只要你有少少創意 你都可以去做一些 比較特別的NFT 放上去自己賣 賣賣賣賣賣 不知道的 這個世界可能 可能在你的手上賣出去 可能不太值錢 但之後又值幾百萬 你都應該會分到這些 你不用等死 才可以成為偉大藝術家 其實我覺得這個世界 現在有一個好處就是 有了社交媒體 有了區塊鏈 有了加密貨幣也好 或者這些NFT也好 都在改變我們的生活 令到我們坐在家裡 都很容易有收入 你突然如此感性 我也不知道怎樣才好 哈哈哈哈